55岁的夏先生艰难地说出一字一句 9年前罹患头颈癌的他 过去接受传统治疗不顺遂 一度住进安宁病房 接受免疫治疗后才重获新生 不仅是肿瘤整个消失 也让他的整个生活的品质都一直在提高 如果能够更早使用这些免疫治疗的话 所以甚至他有机会可以再回到工作职场上 台湾年轻病友协会指出 近八成的癌友被迫离开职场 传统疗法像是手术 化疗 放疗 标靶 都严重影响病患的生活 免疫疗法透过活化病人的免疫系统抗癌 副作用较轻微 比较严重副作用 在化学之下大概都占四成到五成左右 但免疫治疗基本上都小于10% 大部分人他自己是没有什么感觉 他不会恶心呕吐 他也不会掉头发 也不会拉肚子 那也不会有很明显的其他的不舒服 那原本的生活就可以持续地维持 免疫治疗力大于弊 不过相关药品给付 只占健保总体癌症治疗的3.8% 病患接受免疫治疗 很可能花光老本 药物发展出来 他的研发成本 做临床的成本就很高 所以他定的价钱就相对来说比较高 如果说他不符合规定的话 病患只能自费 那一个月的费用可能十几二十万 不是说的民众或病友都有办法负担 健保署回应 针对新药给付 以规划暂时支付制 未来会推动癌症新药基金制度 让病友有更多的治疗选择 大爱新闻 周慕如检员及田志中台北报导 未来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